那我们接着来看市场营销策略组合中的渠道 渠道前面我们讲了就是一个什么呀 分销策略的问题对不对 什么叫分销策略啊 所谓分销策略就是确定产品到达客户手中的最佳方式 克服地点时间产品数量还有所有权的差异 解决呢如何分销产品和如何确定实体店的位置等问题 我来翻译一下啊 因为写的确实不怎么样啊 所谓的分销策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 消费者到哪里可以得到或者买到我的产品 我的产品通过谁能够顺利的送到消费者的什么呀 眼前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再来分销策略呢 应当与价格产品促销三个方面密切相关 可获取产品的渠道 对于呢客户对产品的质量和状况的感知呢非常重要 那么分销渠道呢 必须使我们产品的形象和客户的产品感知相吻合 我还是来翻译一下啊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分销策略啊不是乱玩的 第一个前面讲了 分销解决的呢 是客户在哪里可以得到买到我的产品 我通过谁把这个产品送到我客户眼前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有一个原则叫做便利我们的客户 便利我们的消费者 消费者想花钱的时候花不出去 它是很难受的 我要买这个产品 找遍了满北京 找不到 你说它对你的感知会怎么样 感知程度很差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那么再者呢 你要了解啊 便利很重要 但是不是随便便利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你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LV CUCI SNELL 你要去哪里买啊 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的商场里面的专柜 对不对 一般只有那才会买得到 突然有一天 LV CUCI SNELL想明白了 我们应当便利我们的消费者呀 我们这么大的品牌 哪能让消费者驱车这么多公里数来我这个商场买啊 我应当让消费者出门就能买得到 所以以后呢 你推开家门口的小卖部 就看到小卖部正面一堵墙 摆满了LV CUCI SNELL 还有个大铁盘写着什么呀 正品授权店 然后下边落款是这样 LV CUCI SNELL 对不对 价格跟市中心那个专柜里一模一样 对不对 然后给你开具的都是正规的发票啊 这个保修卡呀 对不对 反正有官方认证都是正品 你会高兴吗 你不会高兴 对不对 人家一问哪买的 门口小卖部买的 对吧 你跟人解释正品人都不信 对吧 那我觉得LV CUCI SNELL 如果采用这样的一个分销策略 我去早早晚得怎么样 早晚得做砸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分销策略 也不是企业乱玩的 对吧 要考虑到客户和消费者的便利性 也要考虑到什么呀 你自身产品状况 带给客户的一个什么呀 感知 对吧 所以分销策略 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呀 奥妙在里面 那我们具体来看 这个地方主要是帮助大家来理解 什么叫做分销啊 所以不需要怎么样 把它记得太明白 了解 这就是分销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们首先来看啊 这个传统的营销理论呢 将分销渠道分为了什么呀 直接分销和间接分销 说白了就是解决 我们如何把产品传递给消费者 放在他眼前这个问题 所谓直接分销是什么呀 产品不经过中间商 直接从生产商到消费者手中 我是工厂 我把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我就直接怎么样啊 卖给我的消费者了 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代理商 经销商都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呀 叫做直接分销 很简单吧 那么间接分销呢 就有了中间商正差价 所以他指的是什么 经过了中间商的分销系统 我的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我并没有直接去做营销 卖给我的消费者 而是怎么样啊 把它批发给了谁啊 批发给了我的中间商 这些中间商 在直接面对什么呀 消费者 这个中间商 在中间来怎么样啊 赚差价 那为什么要有中间商呢 很简单 对于企业来讲 可能生产经营是它的强项 营销并非它的强项 所以他需要找到一个什么呀 找到一个互补的中间商 而且企业 也不愿意浪费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资源 投入到营销 这项执政业务中 所以他就找一个什么呀 找一个类似外包的企业 你来给我做营销 对不对 你来做中间商 我就只管什么呀 生产加工就好了 所以企业有企业的考量 企业无论是选择 直接分销 还是间接分销 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怎么样啊 来抉择 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采用这种中间商啊 有利于生产商集中资源 扩大核心业务 而不必在分销渠道上 投入大量的资金 从而获得呢 较高的一个投资回报率 特别是企业 如果是一家呢 大型的生产商 在全球范围内销售 那这个时候 你更不可能啊 拥有所有的销售网点 对不对 而必须怎么样啊 选择和使用中间商 对吧 要不然你的投入量太大了 全球布局 我的天呀 你哪有那么大的资源呢 最好就是强强联合 强强合作 我的生产啊 我的加工是最强的 我就找一个销售最强的 来合作就可以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简单 要了解的分销策略中的 直接分销和间接分销 啊 先要搞清楚 直接和间接 关键的区别点 就在于有没有中间商 政差价 是不是直接面对我们的客户 了解了直接分销 和间接分销之后 我们再来看 那么对于间接分销 企业呢 在确定我们中间商数量的时候 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分销策略 独家分销 选择性分销 和密集分销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啊 选择题厂长考啊 你要能够判断出来 什么叫独家分销啊 我作为生产厂商 我把产品加工出来之后 我要找中间商 但是呢 在某一个地区或者区域 我仅通过一家中间商 来推销我的产品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是一粒 我是卖牛奶的 对吧 我要在全国卖这个牛奶 我在北京地区指定一家中间商 你就是什么呀 我的唯一中间商 对吧 只有你有资格从我一粒来浸牛奶 北京其他的企业来我这浸牛奶 我都不给他 这个叫什么 独家分销 是具有排他性的 啊 仅此一家 那么选择性分销呢 很简单 生产企业在某一地区 仅通过几个精心挑选的最适合的中间商来推销产品 什么意思呀 哦 我不是怎么样排他性的 我也不是怎么样啊 唯一 对不对 啊 我是怎么样 找几个精挑细选的 对不对 啊 这几个精挑细选的呢 他们各自之间还有一个什么竞争关系 对不对 这个叫做选择性分销 对吧 我没有怎么样从一而终 对吧 那么密集性分销呢 指的是什么呀 生产厂商以尽可能多的中间商销售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 什么意思呢 要注意啊 密集性分销体现的是密集 也就是基本上谁想带领我的产品 谁想销售我的产品 我都会同意 对吧 密集 当然了 这种密集也是有一定的什么呀 要求和标准的 对不对 只不过相对于选择性的这种分销来讲 选择性分销可能是几个 而密集分销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 它的量级不一样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独家选择和密集分销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独家是从一而终只有一家 选择性分销是精挑细选 找那些最合适的几家 注意还是几家量没有那么大 而密集分销那量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注意啊 那么比如说可口可乐 它就是一个密集分销 你在任何的网点 任何的这个买水的地儿 都能见到可口可乐 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呀 典型的密集分销的特点 对吧 就包括这些小商铺啊 它想进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也给它发货 而牛奶刚才我说的 往往是独家分销和选择性分销为主 在一个地区就找一个大代理 那或者呢 指定两三家代理 一般来讲 它的量是很少的 这种选择性分销 这个要注意 比如说老师那不对啊 我牛奶在买的时候 我也是小卖部里哪都有啊 你要注意啊 这是不一样的 密集性分销 一般来讲配送商是谁啊 配送商都是生产厂商本身 比如说小卖部的这个可口可乐 可能也是谁啊 也是这个可口可乐公司 给配送过去的啊 而牛奶那边 我们说的这种独家分销 或者选择性分销 你在小卖部里看得到 那不是人家伊利呀 什么给直接配送的 而是伊利指定了一个什么呀 唯一的中间商 或者精挑细选的几个中间商 他把牛奶给了他们 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区域内 又进行了再次分销 所以才能见得到 所以到底这家公司 在实践中 是独家分销 选择性分销 还是密集性分销 你根本没有办法 从哪里能买得到 判断出来 而只能根据他们背后的合同 判断出来 你只能问人家 你小卖部里的牛奶 是从谁手里进的呀 是从伊利手里进的 还是从 河北某某 这个贸易公司 手里进的呀 对不对 如果是从河北某某 贸易公司里进的 对吧 那基本上来讲 他要么是什么呀 独家分销 要么就是什么呀 选择性分销 如果这个河北 所有的小商贩 都从河北某某贸易公司 那边来进牛奶 那他就是一个什么呀 独家分销 如果他从A贸易公司进 他从河北的B贸易公司进 那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选择性分销 所以很简单 能够把它区分开 好吧 那么再来呢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 我们这个分销渠道 又有了线上和线下 两种形式 线上渠道很简单啊 指的就是网上的渠道 对吧 通过网上商城啊 或者其他网络的方法呀 来进行一个什么呀 产品的传播啊 服务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经常 做的最后 抖音嘛 抖音带货 对不对 这都属于线上影响 对不对 或者叫做线上的一个渠道 那么线下渠道 就是我们路边的这些实体店 对不对 往往是通过面对面 或者呢 其他的非网络方式 进行交易和传播的 这个很简单 可以理解吧 就是有没有依托互联网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分销策略 要记住啊 能够区分 做选择题 给你个案例 你要判断出来 是独家吗 是选择性吗 是密集性吗 对不对 能够判断出来 同时呢 你还要判断出来 这是线上吗 还是线下呀 对吧 然后这个多选题 你就做对了 当然我们说前面的 这个什么呀 直接和间接 更要进行一个判断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 不同分销的优缺点 和适用范围 这个知识点呢 大家要注意啊 这是这两年教材修订的 新增加的内容 虽然没有出现在 历年考试中 那仅仅是因为怎么样啊 他刚刚出现不久的时间 按照他的一个体力来讲 是既可以出选择题 又可以出什么样 主观题的 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 首先我们来看 独家分销 独家分销呢 它的优势是什么呀 对中间商的服务水平 和提供的产品呢 能够保持一个绝对的控制 那么中间商呢 能获得企业给定的 产品的优惠价格 那么练势是什么呢 需企业与中间商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因缺乏竞争 消费者的满意度 可能会受到影响 中间商呢 对生产商的反控力度呢 比较强 范围呢 很简单 适用于技术含量较高 需要售后服务的专门产品的分销 比如说 我们的机械产品呢 耐用消费品呢 特殊产品呢 这些词一出 要知道 它适合谁啊 适合我们的独家分销 那么再来 我们的选择性分销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比密集分销啊 更能取得中间商的大力支持 同时呢 又比独家分销 能给消费者购物 带来更大的一个方便 那么劣势呢 是中间商竞争呢 叫独家分销时呢 比较激烈 那么范围呢 是适用呢 消费品中的选购品和特殊品 那么再来是我们的密集分销 密集分销的优势是什么呢 市场覆盖率高 便利消费者 劣势呢 价格竞争激烈 导致市场混乱 有的时候呢 会破坏厂家的一个营销意图 渠道的管理成本很高 那么范围呢 比较适合呢 日用消费品的分销 大多数的家具呀 家用电器品牌呀 往往采用什么呀 密集分销的方式 那么刚才提醒大家了 这三种分销方式的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要牢牢记住 这个地方一出呢 都是死知识 原文出现 原文选择的 没有太灵活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死经费了 好吧 那么再来 我们看市场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促销 促销呢 指的是什么呀 打折 优惠活动 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一个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谓促销 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刚才说的 打折 优惠活动 通过这种刺激 来引发顾客的购买渴望和购买行为 企业呢 将其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 通过这种什么呀 促销方式 来传递给我们的什么呀 预期客户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说的促销组合 很简单啊 那么促销呢 有四个要素 这四个要素 大家要注意啊 包括了广告促销 营业推广 公关宣传 还有人员推销 我们这个知识点要掌握的 就是什么呀 这四个要素的辨别 也就是给你一道案例题 描述了企业的一些促销的方式 促销的策略 你要能够判断出来 哪些体现了广告促销 哪些体现了这个营业推广 哪些体现了什么呀 公关宣传 哪些体现了人员推销 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以理解为主啊 首先广告促销 这个很简单吧 也就是在媒体中投放广告 通过这种广告呢 使潜在的客户 对我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呢 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 那么广告促销的时候 你要仔细考虑 广告投放的地点呢 时间频率和形式 往往我们采用的方法 就是在电视上做广告 在平面上做广告 在户外大牌上做广告 在杂志上做广告 这都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广告促销 要注意 广告促销最直接的 就是告诉你 我的产品好 你快来买我这个产品 很赤裸裸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在地铁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大牌 这个广告 做地铁的时候 你看广告是 这个整个地铁站 一个挨一个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BOSS直聘 他们做了一个广告 到底要不要跳槽啊 与其纠结 不如来找BOSS直聘 对不对 你看看 这不是赤裸裸吗 对不对 要跳槽吗 跳槽赶紧来找我 我特别的好 我帮你跳槽赤裸裸的 什么样 营销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种什么样 广告促销 广而告之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有这个产品 我这个产品很好 你快来买 它是很有针对性的 所以要注意啊 为什么强调广告促销呢 后边还有一个 跟它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样 这个我们说这个 冲突的 或者说呢 让你产生一种迷惑心理的 两个傻傻分不清楚的 大家要注意区分 我们再来看 营业推广 营业推广指的是什么呀 采用非媒体促销手段 为鼓励顾客呢 购买产品和服务而设计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常见的 给你个试用品呢 给你打个折呀 给你送个礼品呢 采用这种会议营销的方式啊 通通都属于营业推广 说的很清楚了吧 采用这种非媒体的促销手段 对不对 然后我来忽悠你 购买我的产品 都属于什么样 营业推广 比如说你看 还是我们的这个 报此职聘 对不对 然后呢 签到可以怎么样 可以增加你的积分 积分可以怎么样 换购礼品 哇塞 是不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呀 营业推广啊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说的这种打折 活动都属于营业推广 日常生活中 咱们平常说的这些啊 那么再来公关宣传 公关宣传呢 要注意啊 它很容易和广告促销弄混 很多同学分不清楚 为什么刚才广告促销 我要强调 它有针对性 它是赤裸裸的宣传产品 告诉你我的某个产品好 你快来买 因为公关宣传也是做广告 但是它和广告促销不一样 公关宣传做的广告呢 是为了宣传企业的形象 它不宣传产品 主要呢 是为了树立形象 宣传文化 价值观 或者使命 比如说 耐克阿迪 经常在电视里 你看到它的广告 它也不告诉你 我最近有款新鞋 你快来买吧 对不对 它不这么说 它就是怎么样呢 Nothing impossible 然后just do it 对不对 然后什么 不走寻常路 对吧 你看这些品牌 所以你看完了这个电视之后 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要卖什么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种什么呀 公关宣传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它也会在 我们的户外大牌上出现 也会在我们的电视平面上出现 对不对 也会在我们的杂志上出现 但是在这边 你看不到任何的产品的信息 它宣传的是文化 价值观 使命 比如说 BOSS直聘 也做了个广告 叫什么 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很多人看的时候 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不对 你不是挖人跳槽的吗 对不对 翘翔脚的吗 你怎么私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了 对不对 很简单嘛 对吧 它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观嘛 我就是帮别人再怎么样啊 找到属于它的那片什么呀 那片云彩 对不对 找到之后 下一场小雨 就出现了彩虹 当然也可能是场暴雨 对吧 所以跳槽啊 需谨慎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公关宣传 是不是啊 你看了这个广告之后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它是干嘛的 如果你不知道 它是BOSS直聘的话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我们说的 公关宣传啊 广告促销和公关宣传 一定要区分开 赤裸裸的卖产品 赤裸裸的卖理念 是不一样的 形式是一样 都是在那什么电视啊 平面的户外大牌啊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杂志上来做广告啊 但是广告的形式不一样 好吧 那么人员推广呢 很简单 人员推广指的就是 企业的销售代表 直接与我们预期客户 进行接触 面对面的 来进行一个推销 那么销售代表呢 能够完整的解释 产品的细节 针对客户提出的问题 来进行解答 还可以掩饰产品的用途 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客户购买的欲望 比如说通过游说啊 口头推销啊 甚至打电话来游说你啊 电话这也属于什么样 人员推广啊 还有面对面 这更直接了 都属于我们人员推广的范畴 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道 都属于人员推广 你看报私职聘 干的另外一件事情 更有意思 找了几个大美女 对不对 在胸前写着什么样 写着这个报私 对不对啊 然后拿了一个什么 大纸牌 这个纸牌上呢 有个二维码 二维码呢 告诉你 扫一扫就能认识我 认识谁呢 认识的不是这个大美女 认识的是 认识的是报私职聘 你扫了这个二维码之后 你就怎么样啊 你就下载这个报私职聘 这个APP 你就可以怎么样啊 去跳槽了 对不对 这个也很隐晦啊 这个东西 特别是一些这个 有女朋友的人 对吧 扫了这个二维码 就很像什么呀 有老板的人 又选择了别的公司 跳槽一样 对对对 创意很好 属于什么 人员推广 因为是面对面的 对不对 所以记住了 广告促销 是赤裸裸的做广告 来告诉你 我的产品好 快来买我的产品 对吧 营业推广 要注意 就是我们常说的 做活动了 搞促销了 他的那些 非广告类型 非媒体类型的 这样的一些促销 那么公关宣传 和广告促销一样 都是做广告 但是他贩卖的 不是产品 不是告诉你 我的每款产品好 而是告诉你 我的价值观 我的文化 我的理念 对吧 虚了巴唧的 那么人员推广 就是我们说的 游说 口头推销 电话 面对面 通过人来怎么样 激发你购买的欲望 所以这些都属于什么呀 我们促销策略 记清楚 这四个促销策略 他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判断的标准 好吧 多做一些题 找找感觉 别光听我从这说 一听完了 老师明白了 对不对 你说的所有的内容 我都感觉到了 对不对 我懂你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一做题 就做错 所以下去之后 多做一些题 特别是历年的习题 好不好 不要给我从这 贩卖一些可爱 下去之后 好好做题 刷题去 好吧 过不去 今年考的分低 没过去 我跟你讲 见面都很尴尬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么企业呢 可以选择三个基本的 一个促销组合策略 一个叫做什么样 推式策略 一个叫做拉式策略 一个叫做推拉结合策略 那么选择题 常考的考点 我们只要能够辨别 什么叫做推 什么叫做拉 什么叫做推拉结合 就可以了 什么叫做推式策略呢 很简单啊 注意 将产品经过营销渠道 推向最终消费者 制造商的市场活动 大多呢 面向渠道成员展开 激励他们购买产品 并向最终消费者来销售 所以推式策略 最关键的是有了谁啊 有了我们的渠道成员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我们并不直接 跟我们的消费者打交道 我们是跟我们的什么呀 这个中间商打交道 也就是我们的渠道成员打交道 我要告诉这帮渠道成员 我的东西好 消费者很需要 对不对 赶紧去给我卖 然后这帮中间商 就去怎么样 就去卖产品 对不对 所以制造商的这个市场活动 主要是什么呀 人员推销和交易推广 为主 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这个叫做推式策略 推动我的中间商 快去给我卖产品 快去怎么样 给我忽悠客户 这个叫推式策略 那么拉式策略呢 很简单 依靠制造商 直接开展的市场活动 指向最终消费者 激励他们购买产品 比如说通过广告 和消费者的一个推广 让消费者了解了这个产品 消费者自己认为 自己有需要了 然后怎么样 主动找上门来 这个叫做拉式策略 所以呢 这两个的不同 是什么 推式策略是给谁洗脑啊 给下边的渠道成员洗脑 对不对 洗完找了 我们家的东西就是好 你们不买就是你们的不对 快买吧 对不对 然后拉式策略是给谁洗脑啊 是给我们的消费者直接洗脑 对不对 消费者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好 我就是需要 我就是要买 我主动找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拉式 那么如果拉式策略奏效 消费者呢 将向渠道成员来索取产品 渠道成员呢 转而向制造商索取产品 我来举个例子啊 最开始 这个史玉柱创办脑白金的时候 他找到各个的药店啊 他说你们能不能代理我的脑白金 对不对 然后在你们药店里 我摆个摊 你们帮我推销推销 他想采用的是什么 推式策略 结果药店说 当然没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药店就是干这行呢 但是呢 我们得怎么样 得压货 什么意思呢 你把产品放着吧 我给你卖 卖完之后呢 两三个月给你结一次账 史玉柱那时候刚创业 手里哪有那么多的资本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推式策略就没有奏效 主要呢 还是给这个渠道成员洗脑不彻底 那史玉柱回到家里之后 就特别的郁闷 没人愿意帮他卖东西 没人愿意怎么样啊 帮他践行这个推式策略 对吧 没人愿意去帮他 向客户去洗脑 赶紧买赶紧买 特别好 怎么办呢 他就把手里的钱 全部都砸向了当地的电视台 在电视台里宣传 今年过节不受理 受理只收脑白金 脑白金特别的好 老人吃了之后怎么样 18岁啊 这个什么啊 这个 呃 翻老欢童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老头老太太就开始找了 哪有脑白金 就到药店里去问了 你们这有脑白金吗 啊 没有 你们这有脑白金吗 也没有 对不对 你们什么药店 脑白金都没有 这么大品牌的东西 所以消费者已经被洗脑了 所以这个时候 消费者就会向谁啊 向我们的渠道成员 去缩续产品 然后渠道成员就会怎么样啊 赶紧找到史玉柱 哎 你给我点吧 现款现结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拉式策略 所以史玉柱当时 就是从一个推式 变成了一个拉式 当时被动的啊 所以能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一个是给渠道成员洗脑 他们觉得东西好 去向消费者推 对不对 一个是给消费者洗脑 消费者觉得好 四处来找 然后这个渠道成员 就开始怎么样啊 哎呀 是不是得进点货了 这两个都不同 那么推拉结合策略呢 很简单 企业将推式策略 和拉式策略 配合起来使用 再向中间商 进行大力的促销 通过这种广告 来刺激我们市场的需求 就这么简单啊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啊 记住刚才讲的例子 推式拉式就理解了 对吧 然后推拉结合 更不用说了 好吧 出题的时候 给你个案例 让你来判断 它是推式 是拉式 还是推拉结合 就判断 有没有怎么样 向我们的客户 去推销产品 对不对 如果有就是推式 有没有 去给我们客户洗脑 让我们的客户返过来 来找我们的产品 这个叫做拉式 如果两个都有 就叫做什么呀 推拉结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上参照 就像头 上参照 就像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